今天一直到週四這段期間 其實氣溫是在逐漸的回升的 那在今天預估在北部白天的高溫 所以冷空氣其實在今天白天就開始減弱 轉為比較會東風到東南風 所以在溫度方面 今天北部也是有機會來到21度左右的高溫 2月號有一顆比較弱的一個東北季風南下 不過對於低溫的影響並不會太明顯 主要是迎風面北部地區的高溫會有下降的情形 不過北部白天的高溫大致上 還是可以落在21度左右 不過很快這波東北季風影響的時間 大概就是1到2天左右 其實從週六開始 東北季風逐漸減弱之後 北部的氣溫又會逐漸的回升上來